你們好,我是Uncle Ray 今天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 給點支持我 請訂閱、讚好或分享給朋友 還有, 記得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 這個菜是2020年聖誕派對的時候做的 本來我打算是去年的時候出 但我改編太慢了, 所以到今時今日才出這條面 因為那天有幾個菜同時一起做 所以時間都很緊迫 所以很多蝦肉食物都會在中間出現 你們可以見到我, 在真實世界裏 煮菜都不是那麼厲害 好了, 今天我們示範的是 烤牛肉, 旁邊那個 奶油焗薯仔 這個菜非常之易做 最適合有一大班朋友 來你家開餐的時候, 用來招呼他們 奶油焗薯仔有很多種做法 我這種做法是最簡單方便的做法 說明奶油焗薯仔 它的主角當然是薯仔 通常我用的薯仔 是會用美國的薯仔 貪它, 澱粉質夠多 澱粉質夠多 澱粉質多, 混合一些忌廉 這樣出來的口感就會比較香滑 但那天我才發現 原來家人用完我的薯仔 唯有用聯合國的薯仔 什麼是聯合國的薯仔 即是看到有什麼薯仔便用什麼 另外有一種香料值得提的 就是肉豆扣 肉豆扣, 無論中菜還是西菜都會用到它 西菜在奶類產品上 經常都會用到肉豆扣 最經常用到的就是西方的白汁裡面 早前我看到一套穿越戲 講一個現代人回到唐朝 然後見到唐太宗 唐太宗打仗的時候不夠軍糧 他就教人家種薯仔 因為薯仔粗生 所以很快就搞定軍糧問題 但大家要知道 不要被編劇騙了 其實薯仔是明朝末年才在中國出現 我想唐朝的時候 薯仔還是在美洲 我贊成是一半對一半的 如果你覺得忌廉太貴 很浪費的話 你可以用三分一忌廉 三分二牛奶 但出來的效果就會比較稀 待會你們就可以看到了 薯仔, 批皮, 然後切片 薯仔批一皮 不理它的話 很快就會變得黑黑啡啡的顏色 其實就是薯仔裡面的澱粉質 和空氣裡面的氧氣引致了氧化的問題 想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把薯仔放進水裡就可以了 如果薯仔看到有少許發芽的話 就這樣用把刀刮掉就可以了 當然, 如果見到少許發芽就無所謂 如果見到, 開始有綠色植物走出來 我勸你不要了 剛才我說過 薯仔批皮之後很容易會變色 如果想不變色可以浸水 但浸水有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澱粉質很容易流失在水裡 我們吃的時候就少了些軟滑的口感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把薯仔放進牛奶裡 如果澱粉質溶解的話 都會溶解在牛奶裡 但這個方法也有個不好的地方 我們一會兒會幫薯仔切片 但我們切的時候 如果有忌廉的話 就很滑手, 很難切 容易切傷手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字記之約 快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所以快是最好的方法 我做一下的時候 發覺薯仔會不會少一點呢? 想想一下, 我在籠底裡 把薯仔拆出來 這個薯仔叫做手指薯仔 它含的澱粉量比較少 用來煎或焗就最好吃了 現在大家明白 我剛才所說的 甚麼叫聯合國薯仔 即是甚麼薯仔都有 接著我們把薯仔切到大約1mm厚 如果刀工好的話 你可以用刀 不過我就用了切片機來切 切片機的好處就是 保證每塊出來的厚度都是一樣的 這些切片機 有便宜有貴, 封劍有忍 由最便宜的一百幾十 去到幾千元都有 但用切片機真的要非常小心 我曾經見過有人用切片機 摘到忽育去的 嘩, 很恐怖的 我都很怕會批傷手 如果可以的話 手指向上 用掌心固定的薯仔 向前推 這樣便會弄傷手指 又或者用毛巾或紙巾 夾著薯仔 然後向前推 這樣便不會弄傷手指 貴價的切片機 通常刀片都比較利 便宜的切片機 有時會卡住卡住 你要大力點按下去 然後推錢 把刀越不利 你越要用力 很多時候意外便會這樣發生 薯仔全部切片後 我們一下子就丟到鍋裡 為何牛奶不蓋過面? 因為我之前加了兩塊 珍藏的手指薯仔 我隨便加多200ml牛奶 我們現在用牛奶撒一下薯仔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段影片的顏色有點怪呢? 打燈那個說 聖誕都要我加班 不斷隨便 煮牛奶薯仔 一定要加鹽和胡椒粉 不然出來一定不好吃 黑胡椒和白胡椒都沒有所謂 有些人覺得 白胡椒出來的效果會更好 攪拌一下 然後煮至滾就可以了 接著我加入肉豆扣 我自己又喜歡用整顆肉豆扣來磨粉 嘩!這個廚師這麼醜 炒了它 肉豆扣有一種很特別的香味 但是它有一點苦的感覺 所以不能放太多下去 我自己買香料都很喜歡買圓粒即和 因為散裝的買回來 很容易的香味就會消失 豆扣除了用來做白汁之外 還可以做咖喱和披香 如果你不是經常做白汁用來用的話 我建議你試一下去著財譜 問問它有沒有散賣 攪拌均勻 試一下味道看看夠不夠味道 如果不夠的話 可以加少許鹽下去 牛奶、忌廉和薯仔片放在一起煮 的好處就是 你進爐的時間會少了 和牛奶和薯仔一起煮的時候 它們的澱粉質會多些 這樣煮法會入味很多 一滾的時候就可以關火了 在忌廉和薯仔片正在煮的時候 我就要預備一個入爐的鍋 將牛油擠進鍋裡 有牛油塗在鍋裡 到時我煮熟了薯仔 再拿出來的時候就不會黏著鍋 加了牛油 忌廉薯仔批就會香很多 而且有些油份 口感會好吃很多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用蒜頭在鍋裡周圍擠一下 這樣煮出來就會有些蒜頭的香味 接著就一層層鋪薯仔 鋪好一層薯仔之後 我就會加些胡椒粉 之後有些百里香的水 和一些芝士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用新鮮切碎的百里香葉比較好 沒有的話 用乾的也OK 如果你怕不夠味的話 可以加少許鹽下去也可以 芝士方面其實沒有什麼限制 你喜歡可以用Chatter Cheese 或者Permason Cheese 我自己就是用Monsterwella Cheese 因為家裡只有它 是不是很隨便呢 其實煮菜是開開心心的 不要煮到那麼多壓力就可以了 芝士 除了令到薯仔批 更加邪惡更加好吃之外 它的另一個用途就是 將每層的薯仔都黏在一起 所以有些人就會叫它做 《忌廉薯仔千層批》 一層一層的薯仔黏在一起 比單一一層吃的薯仔會好吃很多 最後我放一塊月桂葉在上面 拿一些香氣 如果你想這個忌廉薯仔批 焗出來的效果更好 你就在面上加多些芝士 接著放入焗爐 180度過45分鐘 焗到它半小時後 我們就拿出來檢查一下 檢查薯仔熟味 然後牛奶會不會乾水 又或者它開始焦味呢 通常我會拿一把小刀 然後插進薯仔裡 看看它是否容易穿過 如果容易穿過的話 即是代表它差不多熟了 如果你發覺 忌廉薯仔批 焗到有點乾的話 你可以加多一點牛奶 另外 如果你發覺 薯仔批的表面有點焦 但是薯仔又未熟的話 你可以鋪上石子 為什麼這位仁兄不怕熱 空手會碰過鍋 這麼熱都可以 不要這樣做 會教壞小朋友 是不是呢 最後用回手套 你以為自己真的練過鐵砂掌嗎 夠鐘 15分鐘之後 我們再拿出來看看它 用刀仔檢查薯仔淋了沒有 淋了就OK了 蓋蓋在一邊 薯仔始終都是薯仔 雖然薯仔是我們今集的主角 但是拼在燒牛肉旁 我們又會覺得 它始終都是一個配角 但是燒牛肉 沒有了這個配角薯仔的話 我會覺得 這碟菜就會忍然失色 就好像 星爺沒有了達哥一樣 都是差一點 我是Uncle Ray 希望你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like subscribe share 還有按鈴鐺 多謝你們的收看 希望你們多多支持我 希望很快我們又再見面 好可憐